马哲兴 他见过不王的这一面吗 如果他见过 应该就不会觉得 你是那个什么狼仔了吧 你跟他说了什么 你希望我跟他说什么 初入夜煞时 投资执行任务 那时主子和瑶姬合作无间 犹如生死之交 没想到后来 却结下了深仇 当年两人争夺夜煞之手 主子凭实力赢了瑶姬 瑶姬一气之下 企图刺杀主子 终归入狱 当年的主子 强大的 几乎毫无弱点 但现在郡主被瑶姬 钳支在手上 难道是 他想抓住主子的弱点 让他感受到 失去挚爱的痛苦 当年 是主子赢了 如今 如今 主子还能对付瑶姬 这个难缠的对手吗 我 去 我 我 现在 已经准备了 我 你 我不不认 你 你 我睡不着 郡主是在思念渤王 还是在皇宫不适应 我在想大夫你说的话 究竟什么 才是渤王的本性 我还担心 若你发现 我是令世人害怕的渤王 而不是你心目中的狼仔 我怕你会失望 若渤王曾说过此话 那郡主就该早些认清 还想什么呢 大夫 摘星曾听闻 两药若是用得不当 有可能会变成毒药 反之亦然 对吗 那药的本质 是毒性 还是良性 取决于所用之人 对摘星而言 不管是单纯的狼仔 亦或是冷酷的伯王 他们皆是同一个人 都是不可取代 无法分割的 冠冕堂皇的话 说来总是好听 狼仔虽然粗眼 但他的体内 却始终潜伏着善良 伯王看似不尽人情 可是他却可以和小孩子们 玩一下午的投狼狐 他的额头都被弹红了 但是 他的眼睛连眨都没有眨一下 这样的伯王 大夫你可见过 如此伯王 姚姬的确未曾见过 更甚难相信 若郡主 只是想借此说服自己 你高兴就好 大夫 可否通融一下 让我见一下伯王 见一下就好 不会耽误很长时间的 好 明早我亲自去请伯王 郡主 现在可以吃药了吧 嗯 明日一早 启程前往边坊 池园四地 慕颜 君良都已备妥 一备妥 本王明天只待莫销 你和海蝶留守王府 看好郡主 有任何情况下我汇报 是 竹子 竹子 密室的门是开的 属下这就去查 你们就是这么欢迎老朋友的 好 妖姬 谁跟你是朋友 你敢下毒 他们又不是你的朋友 你紧张什么 伯王 许久未见 你好像真的变 小废话 解药 一个时辰内 用清水洗了便可 否则 他们的手 可真就飞了 去打水 快 是 竹子 小心 你来做什么 摘星呢 你的奔狼宫呢 你以为抓了马摘星 就能抓住本王的弱点吗 那你就大错特错 马摘星对马家军的影响 不可小觑 对我们有极大利用价值 你最好别亲举妄动 若敢动他一根寒毛 我一定会为你试问 你记住 奔狼宫是你的钟爱之物 你一直都舍不得用 为什么会不见了 难不成是纵人了 别跟本王装傻 快放了马摘星 伯王太高顾瑶姬了 我一个戴罪之人 伯王妃岂是我动得了吗 马摘星 他见过伯王的这一面吗 如果他见过 应该就不会觉得 你是那个什么狼仔了吧 你跟他说了什么 你希望我跟他说什么 是希望我告诉他 你戒出刀狼谷话 便病痛缠身 一旦痛得失常 就控制不住自己 或者是让他知道 他爹是为陛下所杀 你却谋在鼓上 住手 你真的 单纯的以为 陛下这是 让我给他治伤吗 我要是死了 马摘星也忽不留 什么意思 把话说清楚 陛下依旧怀疑你的忠心 害怕你因为对马摘星 动情而背叛陛下 所以才瞒着你 让我在马摘星体内埋毒 好借此钳制你 陛下还需要马家军 他不会这么做 是吗 此毒不会立刻发作 若不是我告诉你 你和马家军又岂会知晓此事 而我每月以为马摘星 制腿为由 用药水浸泡 控制毒性的蔓延 否则 他随时都会毒发 告诉我这些 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要你交出 夜煞之手